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刀就是扳机 望山用以瞄准 勾牙用来挂弦 射手在开弓时将弓弦挂在勾牙上 这时就展现了弩的第一项功能 储力 也就是把力量储存在弓弦上 由于此刻射手不用费力 可以从容瞄准等待射击 于是又展现了它的第二项功能 延时 第三项功能 瞄准 是利用弩机上的望山调整发射仰角 如同今天步枪上的标尺 等什么时候瞄准好了 只需扣动悬刀 那离弦之箭就射向远方 正中目标 这就是弩的第四项功能 激发 处力 延时 瞄准 激发 这四项功能给予一身 并且是联动的 这样 射出的箭射程更远 力度更大 准确性更强 所以 弩就成为冷兵器时代最有威力的远射武器 我们来看 这些在兵马俑坑中出土的青铜弩机 和与它配套的青铜剑族 他们与那些或战或贵的弓弩手彼此呼应 共同见证了强大的秦军 是如何利用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武器 并且依靠一起 一服 轮番射击的战法 展开致敌与死命的远程打击的 在著名的长平之战中 在统一六国的征程中 在抵御强悍匈奴铁骑的侵扰中 秦军功奴手威然屹立于整个大军的最前端 强弩高举 箭在弦上 虎视眈眈 只待一生命下 万箭齐发 视如闪电 敌人还没有看清箭头落下的方向 便在瞬间被击中 正是这威力无比的秦代强弩 使秦军在实战中 杀敌于百步之遥 在心理上 欲敌于千里之外 秦代强弩 之所以具有致命的杀伤力 源于标准化工艺的使用 所谓标准化工艺是指 同类产品的零部件 必须能够相互通用 以便于大规模生产和检验管理 同时也便于更换和维修 它是现代工业的产物 通过对秦永空中 出土兵器的实际测量 我们发现 数百件弩机的零部件 完全可以相互通用 弩机轮廓的误差 不超过一毫米 这代表了当时 最先进的军事技术 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大发明 比欧洲 整整早了十多个世纪 2000多年前 秦人的标准化思想 不仅体现在兵器的制作上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立即推行文字 法律 货币 杜梁衡等一系列标准的统一 这些都说明秦人的思想 已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思想的超越 促进工艺的创新 科技的进步 推动时代的发展 秦代强弩 正是历史传承 最鲜活的载体 正是历史记忆 最有力的 见证 最历史传承 最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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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历史的